燃烧这关于潘建伟的国阵 是贪污腐败的联盟的这个论调呢 其实也遭到了很多网民的踏发 对大家对于巫统的失望呢 会不会去转向这一次的州选 都转向国盟的几个而已 如果这一次呢 按照我的这个预测 如果他能够拿下11个州议席的话 就足以给这个希望联盟执政的 兵州政权呢 给一个警讯了 我们要理会的是国盟的律朝 究竟能不能在雪州 继续拿下更多的地盘 并且达到接近三分之一的优势 欢迎大家来到羊兄咖啡店 就让我来带大家一起去聊时事吧 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羊兄咖啡店的Podcast 这里来到了第三集 我一个好消息想跟大家分享 目前羊兄咖啡店已经得到了 1000个粉丝啦 耶 非常开心哦 我也没有想到呢 在这么短时间内 能够获得大家的青睐 并且来常常光顾羊兄咖啡店 给羊兄最大的支持哦 由于因为你们的支持啊 我才能够坚持到今天 继续为大家呢 分析马来西亚政策时事 还有政治内容的新闻 并且发表我的看法哦 我希望说在未来啊 能够继续这个 Copitian Podcast的series呢 以简单轻松 以咖啡店作为情景的方式 跟大家去聊 我们都关心的马来西亚时事 尤其是跟我的粉丝 也就是你们啦 跟你们有一个更加能够亲切的互动 并且以轻松简单的方式 聊我们马来西亚的大小事啦 嗯 话说回到马来西亚的政治哦 真的是每一个星期 都是非常精彩的一个星期啊 在我现在录影的这个阶段呢 现在大众在网络媒体啊 甚至在言论下都燃烧着 关于潘检伟所发表的一个言论说 国阵啊 是贪污腐败的联盟的这个论调呢 其实也遭到了很多网民的踏发 也包括一众国阵领袖 甚至是马华总会长 魏家强都跳出来说 这等于就是Talactica啦 什么是Talactica呢 也就是一个马来人的意思说 你如果讲了这三次代表 你就要准备离婚的这一种前兆了 其实是很不好的 究竟这个潘检伟的言论 是不是还带出了 其实国阵跟希望联盟的 团结政府里面的合作关系 是非常的微妙也是非常的脆弱的呢 到底还会带来团结政府的选战 会不会有所影响呢 目前的团结政府真的是内忧外患啊 内呢 行动党跟巫统一直吵架来吵架去 而且甚至是说到底双方人马 国阵跟希望联盟 到底愿不愿意互相换票的这个情况 会不会出现 也是非常受质疑的 也就是内忧 外患呢就是国盟嘛 现在看起来声势浩大 绿朝来西 感觉就好像一股要拿下马来西亚 很多州政权的这个姿态啊 似乎呢 尤其是雪州跟槟城这两边 都可能取得巨大的突破啊 这到底会不会影响到团结政府 甚至执政中央的地位呢 嗯 好的 对于新来的朋友呢 我在分享我们今天 我们的COPITIAN的课题之前呢 我想介绍一下我自己啦 我叫杨兄 我目前是在剑桥大学 就读博士课程的一名 马来西亚学生 我就读的是发展学系 然后我非常关心马来西亚的时事课题 因为我的论文就关系到马来西亚嘛 虽然讲我身在国外 但是我时常都会关注马来西亚的新闻 并且发表我的看法哦 嗯 我们就直接进入正题吧 各位 我就跟大家分享今天COPITIAN的菜单啦 各位请看 今天COPITIAN菜单呢 我们主要会聊五个话题哦 就是当然选战就是 这个星期COPITIAN菜单的主轴啦 我们首先会聊的话题就是 国盟呢是5加5加1的这个策略 到底能不能拿下槟城州政权呢 因为目前来讲看起来啊 尤其是马来保守选区呢 可能都会转向这个国盟票的这个 趋向呢 我们会仔细分析究竟 国盟策略会不会周效 第二个就是我觉得很有趣的 就是关于民政党的困境哦 有前几天如果大家也记得的话 就是林吉祥呢 他用了三个问题问刘华财哦 那三个问题真的是体现出了 这位行动党元老啊 尖锐的这个破例呢 用三个问题就问出了 民政党面对了三大困境啊 哈哈 所以我们来分析一下那点民政党 虽然讲国盟好像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城市 为什么民政党不能从中受惠呢 嗯 第三个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课题就是 雪州会不会变绿 哈哈 这也是非常值得关心的 尤其是潘建伟也发出这样的言论 还有巫统呢 现在受到很多基层可能都不喜欢的情况之下 到底巫统的选票会不会跑去国盟那里呢 雪州又是否成为国盟跟西盟的 还有这个国阵的主要战场呢 也是受到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哦 当然接下来一点我觉得要跟大家小小聊到 就是关于凯里的动向啊 因为他现在是一个抢手货嘛 大家都希望说凯里能够站到自己的一旁去 来为他们助选 并且带来更多选票进而影响周旋的选情嘛 对凯里本身的这个未来出路呢 我们也会在这期的Podcast跟大家去分享哦 最后我想跟大家聊的啊 也是非常有趣的 值得大家反思的话题是黄子交的风波 究竟他的这个事件 还有性骚扰啊 还有就是 大家目前面对的一些问题 与me too的这个movement的风波啦 me too是什么意思呢 待会我再跟大家做出详细的解释 还有就是 受害者跟加害者角色 究竟被模糊了之后带给这个社会有什么启发呢 嗯 好 我们就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哦 我们第一个话题是关于国盟啊 他不是说要通过这个15加5加1的这个策略呢 拿下这个槟城的这个州政权对不对 简单来说什么是15加5加1呢 各位 也就是说啊 15个马来衣席 5个混合选区 1个华人居多的选区 他主要攻击的选区啊 大家都明白嘛 为什么都是要集中在 马来保守选民居多的地方呢 因为有律朝带动嘛 目前我们看到的就是上一期我们都提到 国盟目前有的这个最大的优势就是 种族牌跟宗教牌 这两个是我们目前打的最大的牌就包括说 他炒作的课题就是马来西亚优如 目前这个槟城就优如马来西亚的巴勒斯坦啊 还有华人甚至拥有的土地还比马来人多啊 还有就是今天可能我们在我们执政同学没有要求说 华人在做那些不好的事情啊对不对 所以他很多的言论都是针对性的 其实是对混合区的选民包括华裔啊 英语还有其他选民是非常不友好的 可以见到其实他的这个公式的语论呢 就是要拿下15个马来保守选区 也是希望说能够买他这个票的 他其实打在这个算盘呢 其实有两个最重要的factor 第一点就是律朝的来袭嘛 律朝的来袭是这么意思呢 就是说在目前大家在上次的国选 也就是去年2022年的全国大选 我们看到包括连安华的这个老朝本马当巴欧 都连这个他的女儿首途都失败 并且让这个伊党的新兵呢 上阵营掉的选区嘛 而国门呢 他在这个TikTok啊 潮起的这种语言的公式啊 还包括宗教宗教宗族派 都感觉非常的买到很多 马来这个选民的心啊 对不对 再加上现在大家 其实对巫统也是蛮失望的 也就来到我第二个factor啦 对于巫统的失望呢 会不会去转向 这一次的周选都转向国门呢 因为你如果是巫统的一个指示者 上一期我都说过嘛 就是如果你不满意的话 他究竟会把这个票 其实就不要投给行动党 或者是希望联盟 就把票转去给国门 进而影响这个 这个国门在周选的选情呢 也是有可能呢 尤其是现在 文迪拉伯·布拉斯的打下来 北马的很多的这个年轻的选民呢 其实都不见得变得非常的支持 希望联盟 反正是转向国门的怀抱的 甚至在TikTok 还有很多地方呢 都非常的有这个 这个足够强大的这个力量呢 影响到选民的心 所以我们今天换到来 宾州的这个州选情的情况来说呢 我认为国门最大的优势 还是在这个Mainland 也就是威神呢 是可能影响这其中很多马来义戏的 包括北部啦 我们知道巴马拉当 鲍伊北的这个国会选区 在2022年的全国大选 希望联盟是一个一个在失手了的 甚至现在这一次的选举呢 我在之前影片有分析到 他连南部的一些选区都可能会失手了 在Island可能有一个地方会失手之外啦 其他的地方呢 我认为虽然讲我不觉得国门会赢下混合选区 还有包括华人极多的选区 因为我做我的研究的时候 我发现到原来 公正党 跟行动党 在混合选区跟华人选区都是非常强大的 而且他赢的margin啊 这个比例都是非常大的 所以我不认为说 国盟政府是有办法赢下这五跟一的这个选区 并且拿下兵州州政权的 但是他目前在兵州的州议会的议席是非常的少嘛 就是那几个而已 如果这一次呢 按照我的这个预测 如果他能够拿下十一个州议席的话 就足以给这个希望联盟执政的兵州政权呢 给一个警讯了的 就在足以和兵州的这个州政权了的 为什么这么说 就是你想一下 之前我只有几个议席 只要我可以拿八个议席 甚至拿下十二个议席的时候就是两倍接近三倍的时候 你告诉我 这还不是一个很大的警钟嘛 很多选民正在转向的时候 兵州政权就是 就好像以前我们讲说的嘛 今天国阵倒台 308 505 509 循序渐进的倒台的嘛 如果说今天这个警讯还不够大的话 那么你告诉我什么警讯还会更加大呢 对不对 所以这些情况就体现了国盟啊 有一局要夺下兵州的这一个 没有夺下就一举突破很多重围 拿下兵州很多议席这个正式啊 就代表说其实 如果希望联盟跟国阵没有达到很好的配合的话 这一次的州选将会给他们一个很大很大的教训 这就来到我第二个新闻哦 既然我们刚刚分析 国盟的这个趋势 好像非常的有 有势并且能够拿下那么多选区啊 至于国盟里面的这个民政党作为国盟其中一个多元政党的代表呢 他究竟有没有办法从中能够 Ride on the wave of the 律朝 拿下趁势拿回自己的政治实力 并且重新建立起他们的政治地位呢 哼 其实啊 这就 让我想到了前几天 行动党的元老呢 林吉祥 他就问了这个刘华才三个问题 我认为啊每一句都非常的犀利也倒出了民政党心中最痛的地方 那三个问题呢 第一个问题就是 行动党的这个问的行动党元老 林吉祥问他 究竟你会不会是国盟宾州首席部长的人选呢 哇 你知道他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代表说 今天国盟啦 我想象的就是如果国盟能够拿下马来西西 甚至来讲执政宾州的话 我能够想象的就是 民政党不会是在这个联盟里面取得多数议席的政党 取得最多数议席的是哪一个政党呢 最多就是伊斯兰党 如果是我推测 或者是土团党 他们两个就会争这个首席部长 所以再加上啦 兵州目前来讲 尼科米也有提到嘛 兵州是马来西亚交税第三高的一个州属 而且是那么的富裕 各位 这么好的一个肥肉啦 为什么有什么理由就让给民政党去执政呢 就算是民政党去执政啦 我们假设他真的是拿到首席部长啦 他会不会发生 就是听命于 国盟领袖的这个言论 并且不敢做出对抗呢 也就是来到了影集相关的第二个问题 就是 他们目前为止 就算他们执政了之后 他们会不会听命于伊斯兰党 还有伊斯兰党或者是土团党 是不是 完全自己的立场都是跟随国盟的主要立场 甚至来讲 如果做出了有违背民意的事情的时候 他们敢不敢做出来对抗 这这几天呢 其实民政党一直有强调 如果今天国盟执政的这个政府的不满 有什么任何做出任何违背民意的事情 他们就会做出抗议 并且勇敢的退出政府 哇 sorry啦 真的是 如果你要问我讲实话的话 我真的是看不出究竟 现在的民政党 很多国盟的这个议题 还有争取的这些 竞选的这些策略 都感觉于大部分 尤其是非无异的选民 是背道而驰的 民政党在这里有发言 并且严正声明他们对反抗这样的政策吗 沙怒西说 槟城不是一个左手 他们有站出来反对吗 沙怒西又发表言论的那些 关于 今天呢 槟城的这个历史的议题 要重新去修改宪法 要纠正历史这样的言论的时候 得罪了那么多槟城的 非华裔的这个选民的时候 他有站出来反对吗 再来就是 伊斯兰党讲 宾州就好像马来西亚的巴勒斯坦这样 现在马来人甚至在自己的土地 要失去更多这样的种族言论的时候 民政党又出来反驳吗 他们出来做的是什么 讲 国盟领袖是取缘啊 征受政府的这个迫害啊 官司残政 哎呀 你说这样的 这样的情况底下 你告诉我 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民政党要去捍卫 这一个国盟的领袖 第一点他们也不是 他们有这些官司哦 也不是空穴来风的 他们这个官司残政 是因为之前加纳 Vibawa的案件 慕尤丁 啊 用这个政府的这个权力 并且把contract呢 就颁发给好像情信 或者是情信 知识的情信 对不对 这样的例子 他们官司残政 是有原因的 再加上 他们究竟哪个时候 有屈原的伟大的情召 为国为民的情怀呢 他们炒作严论就是种族宗教 屈原到死的那一刻 都只是以楚国整体利益来讲 永远呢 就是以楚国利益为先 呃 我们决定就是这样打 然后我们就是有一个态势 就是不要非无意的选票了 你告诉我 他怎么样就代表了 为国为民的情怀 制造分裂 呃 国家跟人民的这个议题 一直在操作 对不对 啊 这就来到第三个问题 就是林吉祥问了第三个问题 就是说 哈哈 他问的这个问题 我觉得是很现实的问题 是能不能保住暗贵金啊 刘华财 能不能保住暗贵金 你想一下 大家如果他上阵的选区啦 我能够想象的就是 如果是肥肉的选区 国盟的土团跟伊斯兰党 能够拿下的话 怎么会送给民政党去上呢 所以民政党会上的选区就是 混合选区跟华人选区 但是混合选区 华人选区恰恰好也是西蒙 强大的地方哦 这样子 他们能不能获得选民的支持 真的是一个位子数了啦 对不对 就算今天国盟能够拿下 冰州是一个议题啦 民政党能够拿下多少个议题 啊 这就来到民政党尴尬的地方 本来讲说 民政党 他本来的盘算是这样 希望说能够借助这个绿巢的 这个风巢呢 顺势夺回自己的政治势力 并且拿回州政权啊 还是拿回更多议题 就是对于重新build out 他的political base 但是啊 我感觉不到任何的好处 在这个马六甲的州选举 我们就看到了 他连一个议题都没有拿到 就算国盟拿到几个议题 他一个都没有拿到 柔佛州呢 也是没有一个很大的进展啊 他的这个党主席不仅没有问责哦 而且就好像没有人对这个州选负责 还被受委为上议员哦 这么样的政党 他有尝试为人民去奋斗吗 有说自己负责任的说哦 我今天在州选失败了 我就要可能辞职啊 还是道歉啊 来为这个败选负责吗 没有 到底民政党第一点就是 他的领袖到底为什么 不去好好想想 既然在国盟一而再再而三 都没有办法给民政党好处的时候 为什么他们不可以勇敢的 推出这个国盟呢 对不对 民政党他们有实力的 有党产 有大楼 还有什么 就是今天有大穴 他们还有很多的党员 都可以重新出发 甚至是格局一方立一脚的 自己重新开创马来西亚第三世界 为什么不可以 可以的 他们需要的是政治的智慧跟勇气而已的 而今天 如果你民政党一而再再而三 说要为国盟护航 甚至讲还是认为说 国盟的这个趋势 能够给民政党带来更多利益 甚至扭转他的政治败局的话 我认为不可以异想天改啊 民政党 今天国盟领袖的特质智慧 让你尤其是民政党本来的支持者 更加的伤心 更失望的 对不对 讲到这个战情啊 讲完了民政党 我们不得不讲到另外一个非常 大家关注的战局 也就是 雪兰儿洲的战局了 这就来到了今天 BOKAS第三个想要分析的地方 也就是雪州战局 就是国盟 说出了一个言论嘛 也就是他们的领袖说 会拿下33个雪州的州议席嘛 至于这个 雪州战局呢 其实我认为国盟 是不会拿下雪州州胜权的 但是呢 经过这一系列的政治操作呢 我认为国盟很大可能啊 会在雪州呢 打破西盟垄断 差不多接近三分之二的优势 甚至能够拿下更多的议席 我们如果看到2018年的情况哦 我在以前的视频也有讲到 如果2018年的情况 如果我给大家 记录一下当初的记忆就是 呃当初才是阿兹敏 才在公正党的时候 他是领导的这个雪州的这个 这个西盟呢 很少50个 好像是50个还是51个 州议席哦 是绝对有事 指振雪州政权的 但是后来因为发生起来 等这边一些议员跳槽出来 所以雪州 但是西盟后来 剪掉了很多州议员嘛 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要照2018年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prediction也就是预测来看现在的周旋 我们是看不出 呃反对的反对党的这个国盟 会是能够面移入的 但是现在局势不一样了的 土团党已经催促了这个希望联盟 阿兹敏派系呢 也加入了土团党 还有很多人包括一些人 跳去全民党啊 跳去了这个 Pujang啊之类的啦 所以今天的政局是一个reshuffle了 他是一个大整合的一个政局底下呢 我们来看到2022年啦 其实国盟哦 是拿下了北部很多马来保守选区的 跟乡区的国会议许的 然后阿兹敏也跳出来了 还有就是呃 祖莱达当然他最近也被罚款了啦 因为他离开了公正党 违反这个竞选契约嘛 就是被罚1000万 但是我们不可以否认就是 土团 伊斯兰党 还有国盟很多这个政党呢 其实他们的这个绿潮啊 也开始向雪州蔓延开来了 反而我觉得 阿兹敏跟祖莱达这样的势力 我们是不需要再理会了 我们要理会的是 国盟的绿潮 究竟能不能在雪州 继续拿下更多的地盘 并且达到接近三分之一的优势 所以呢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我认为啦 其实在这次雪州 虽然他不能拿下33个议席 但是他足以拿下16 甚至到17个议席 甚至有这个趋势来说哦 会威胁到雪州的州政权的 而且是不容乐观哦 尤其是说现在 西蒙啊跟国阵 如果有出现分裂的状况的话 只会让中间选民 或者是彼此选民更加失望 尤其是巫统这里的选民啦 他就会把票 投向给国盟呢 这次的选举因素啊 我在雪州 我觉得要三个因素呢 是需要大家去考量的 来看到底雪州 会不会转向更多国盟 国盟能不能拿下更多的议席 三点 第一就是选民的结构 很遗憾在马来西亚 种族结构还是非常重要的嘛 到底这个议席 有马来人居多 华人居多 还是印度人居多呢 非常的重要 因为他就会关注课题不一样 不同的政党 这个课题的不一样呢 也代表他们的投票的取向 也不一样 第二个是城乡之笔哦 到底这个政党 他focus的是比较多 城市的发展呢 还是相续的发展呢 这样也会影响选民的投票倾向嘛 最后就是巫统的X Factor啦 我把它当成X Factor就是 到目前为止 我们还是没有办法确认 巫统基层的不满情绪 会不会完全的化为国盟的选票 还是他真的是进行啊 会带来换票的功能 就是西蒙支持者投给巫统 巫统支持者投给西蒙 这样的趋势 我认为其实是反而是会转向国盟 为什么这个说就是 我们来讲一下大概这个事情的源头 就是巫统的这个党主席嘛 他做了很多事情 真的是不讨基层的欢心的 第一点就是党主席这个职位 不开放竞选 为什么在民主制度以下 党主席不开放竞选 是不是他有东西是在怕的 还是要保住自己的权利 为自己权利捍卫而已 第二就是他开除所谓的巫统 所谓的叛徒啦 基本上就是反对阿玛·扎希的人 他都开除了 包括凯里啊 甚至冻结党籍的 就包括伊珊姆迪啊 Sharil Hamdan啊 这些巫统开明派领袖 都被冻结或者是开除的 再接下来就是他们去年 突然间就跟西蒙政府 合作组成团结政府 马来保守的这些 选民尤其是巫统基身知识者 是非常的不谅解的 为什么这么说 我就说了嘛 行动党跟巫统 彼此摇摸化彼此 这么多年了 都打打杀杀 这个在大选里面 那么多年 他忽然间要合作在一起 你告诉我 谁能够接受到呢 是不是 忽然间你就告诉我合作了 然后你告诉我 今天呢 我们万不得已就在一起 合作组成团结政府 今天 阿玛扎西也没有多加去解释到 去跟基层解释 为什么合作有这个必要性 然后告诉大家 行动党其实我们应该支持的 他没有好好地去做解释 甚至来讲给大家行动 就是官司禅身 为了自己权利 保住党职 开除异己 好像一种 清党的概念 非常的让很多人不满 尤其是很多派系的 在巫统嘛 是不是我们知道 有很多山头政治嘛 所以就是说 如果这次啦 这个选票 他们的选票都投向了国门 这次 团结政府的地位 会是岌岌可危的 各位想一下 如果国阵 没有办法守住 他们本来就应该守住的一些的话 那么是不是代表说 选民就看不到团结政府 团结政府的支持的base 就不是那么的想象中 那么强的时候 你告诉我 会不会有一天 国阵也可能离开 团结政府会被垮台呢 也是有可能的嘛 对不对 这就来到我第四个 想关注的事情就是 为什么现在大家都非常关心 凯里的这个动向 为什么大家这么关心 至于凯里哦 他还是一个政治明星来的 他曾经是武统党内 有崛起之心 甚至要问鼎首相的趋势的 他在深美兰州的老地盘 比如说仁宝等区 还有在雪州 很多开明选明星中的 他还是一个很正向的形象来的 他是一个 他在疫情期间担任卫生部长 他处理疫情的表现 非常的让人的赞叹 很多人虽然说他不是完美的 但是他起码做的比之前 如果大家还记得 那个温水部长做的还好很多 所以讲他是一个抢手 就讲如果他去了国盟那里 国盟那里的人就看到 哇远开明派的这个凯里 都愿意加入到国盟的派系去的话 就代表说今天希望联盟 真的是不值得支持的 但是如果凯里投到了 希望联盟的派系去的话 那么就是说 哦原来其实他还是支持这个多元的政党 大家还是愿意把票投给凯里的 包括一众本来凯里在武统里面的这一群支持者啦 对不对 起码他那一票是保住了的 所以今天我们来看哦 凯里的这是一个抢手货 作为巫统曾经抗影派领袖的一个代表人物呢 他现在被巫统暂时开除了嘛 他就成立他的Podcast 我想他的Podcast的原因就是说 希望说他只是暂时出来 有朝一日啦 我相信他是想回到武统啦 当然我不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策略 你看到他这个星期 他就见了安华出席经济会议 他也见了慕尤丁嘛 来回见了那么多人 大家都很有兴趣知道他的动向嘛 但我们从两个立场来讲的话 我们知道就是 他可能就是要一个复仇的一个动作 不管他支持哪一方都好 其实我认为他感觉都是要证明 他自己是有价值的 然后也要给阿玛·Zahid看 就是你失去了我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而且是带给巫统更坏的 如果消息属实 他帮国盟去竞选的话啦 尤其是现在西盟跟国阵 有一点点分裂的感觉的话 那么我相信啦 这1617席 国盟能够拿下在雪桌一起是很真实的 甚至可以有更高的突破的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继续发展下去的话 当然对凯里本身啦 我不认为他现在会参加哪一个政党啦 就是他就算是进国盟也可能有个危险啦 就是说如果万一国盟没有那么的成功 然后他们的这个 这个议席胜算没有那么的高的话 然后凯里在这个选举中也被reject掉的话 他的政治前途可能就完蛋了的 所以我相信他说他不会加入国盟其实是有原因的 就是因为有这个风险存在啦 当然还不可能加入公正党或者是行动党 甚至是这样我回到巫统了 因为只要阿玛扎希在政府的一天 他都不爽凯里嘛对不对 他不可能让乌西蒙再把凯里拉回来的 所以说在凯里有两条路啦 一就是他如果帮国盟竞选如消息属实的话 他的做法就是希望能够拉到这个阿玛扎希 然后重新回朝去这个巫统 以后就人家迎接他回去做党主席啦 而就是他成立一个新的政党 我就会支持啦 他成立一个政党 马来西亚需要的就是一个能够多元开放的政党 就是说能够吸食一些华人的开明的选票 也可以吸食一些马来人的选票 成为马来西亚第三势力 让马来西亚政治没有像现在这么极端 那就是华人大多数支持西盟 马来西亚人大多数都是国盟的现象啦 造成种族两极化的这个局势呢 如果凯里能够打开第三势力 它是可以缓解这样的局势的 当然凯里的动向我们还没有确定 也希望说将来我在Podcast 或者是在我的节目也会跟大家update啦 好这就来到了我们今天要聊的最后一个小新闻 也不算小啊 其实很大件的新闻 我知道是一个台湾的新闻 大家可能会好奇 为什么我会想分享呢 其实我认为 这个密兔风波 带给我们的社会有很大的启发就是 尤其是我认为对于加害者跟受害者的角色啦 其实我们每次都想到就是power imbalance嘛 加害者往往带给受害者这个伤害呢 非常的大 导致受害者其实他们不敢站出来 甚至忍受这个痛苦几十年了嘛 对不对 我简单跟大家说一下黄子娇事件是发生什么事啊 就是黄子娇呢 他以前年轻的时候 他就可能逼一些性骚扰的女孩子啊 而且性骚扰的不只是一个还有几个的这个案子呢 然后后来很多年呢 这些这些受害者也不敢出声嘛 直到最近可能台湾开始爆发就这样 很多以前 有性骚扰的案件 有性情案件啊 在先政治先影响 之后又涉及到社会 过又把它翻到了这个这个娱乐圈是不是 这娱乐圈爆发了密兔风波 然后黄子娇的这个风波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他就出来嘛 他就知道很道歉很抱歉 他当年做错这个事情 他其实本来是要道歉的 但是他态度哦 画风一转哦 他自己开了一个直播 他要道歉 他没有入联 他就说要死就一起死 听了之后 你是不是觉得心情非常沉重 什么叫要死一起死呢 是不是说 他就说 就爆出了很多娱乐圈 就是因此这个风波爆发了 他就爆出了很多娱乐圈 大小S啊 系组的案件啊 胡中心讲他的爱情关有问题啊 还有几个明星 他一个一个爆 一个一个去讲出来 导致了啊 本来娱乐圈没有开始很多人啊 那些丑闻开始出来了啊 然后他就想其实 他当年做的这个 性少的这个错事情 他又在怪罪社会的一种 去这种态度了 你知道我小时候看到 我的母亲呢 就出轨嘛 就跟别的男人上床 让我心里很大阴影 然后就看到AV的这种影片呢 让他学习 想模仿AV的这种态度 他这种心里的这种创伤呢 就让他做出了这样的行为 对不起这些女孩子嘛 对不对 然后他其实就是 间接来讲就是 他做了很多包装 然后把很多人也拖下水 然后搞到最后 他讲的一个态度 就是好像受害者的感受 已经不重要了 他讲到其实自己也是受害者 他是一个假害者 那他也是受害者 他就讲我做了很多慈善大使 也做了很多为社会福利 而做出贡献 我后来的景象都很好嘛 我老婆我有孩子 是不是 然后他过后还没有关系 还去搞自残 去医院 当然现在生命危机 但是我能够想的是 你想一下 如果 假设啦 如果是我的 就讲我们的女儿 是不是 你想一下你的女儿 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 然后这个 家孩子还用这种语气 说 你其实 其实我的错也不是我的错 然后 你其实这么多年了 我已经做好了 其实他就好像一副 当年做错事 不需要为他自己 措施负责任的态度咧 然后 人家的女儿要担负这个责任 跟心中的创伤 超过几十年啊 各位 这 加害者跟受害者的角色 开始混淆的时候 究竟还有多少受害者 伸受其害 没有勇敢发生 如果我们社会 真的走到这样的地步的话 然后而且有势力 有强的人都讲出这样的话 然后就不需要负责任的话 我们社会还能够保护 受害者嘛 是不是 不管是男生女生受害 这是我们看到台湾的分布啊 有男男受害 有男女受害 也有女男受害的 全部受害者 其实都应该勇敢 去站出来 我竟然不是讲 通过这个Podcast 我要去攻神 黄子教世界 但是带给我的反思是这样 就是 要道歉的话 其实我认为 是应该要诚心道歉 做错事道歉 天经地义嘛 而不是 以一大堆理由来包装 自己哦 要讲到自己其实错 又好像没有错 就是受害者这样 就好像一个让人家 感觉很恶心的感觉嘛 是不是 尤其是对受害者来讲 他们看到你的行为 这样子说的话 他们心里是怎么样去想 他们会问就是 你有没有诚心去做道歉 并且要做出弥补的动作 然后你应该做的就是 可能不是寻求短见 而是勇敢面对你的过去 一起洗手去 弥补诚心的过去嘛 是不是 所以 我不认为说 今天因为 你今天做了这些事情 你就可以逃脱你的责任 去justify 你今天其实不需要负责任 或者是等等之类的言论 我觉得是对受害者的额度伤害的 第二点就是 他们承受了这么多年 我觉得社会上 其实对受害者 往往我们都会去减证受害者 就是为什么你做这样的事情 为什么还谴责受害者 其实自己找来的 其实也是很不对的行为 我通过Podcast 我也是希望说 就是受害者如果面对问题 我希望社会 受害者能够有一个 表达自己受害的感受的地方 也能够勇敢的说出来 让社会提供帮助 然后社会的眼光也需要 为受害者们提供心理上 跟所有一切能够给予的协助 帮助他们度过最难的过 你想一下 如果你是受害者 面对这样的问题的时候 然后没有人帮到你的时候 你是不是把人家避上绝境了 是不是 我们社会应该要做的是 对加害者 我们要给他们相对的一个惩罚 对受害者 我们要更加的宽容 并且包容 保住他们度过难关 我们要重点关注的 不是加害者目前的情况 而是受害者 到底他们承受了多少 多少人还生活在这个阴影之中 对不对 今天台湾发生这样的事情 美国也发生了密兔风格 就讲我们也遭受其害的意思 我希望马来西亚 还是哪里都 不管全世界任何地方都好 都希望说 我们社会能够给受害者 提供更多的帮助 然后加害者能够 接受他们应该有的惩罚 为我们社会带来更好的气息 创造一个正面有价值的 并且能够受保护的一个社会 我们对于这个社会 仍仍有责 好了 这期的Podcast也稍微比较长 也希望说大家喜欢我的这种分享的模式 如果你是喜欢我这样的Podcast分享的 请不要忘记订阅点赞还有分享出去 我也希望在下周的Podcast 给大家带来更多精彩有趣 而且非常有价值的新闻 好的 我们Podcast就先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会 拜拜 by bwd6 谢谢观看